现代博弈论的起源 大家公认他的鼻祖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Wong Newman 冯诺伊曼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被广泛的公认 他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 少有神童之名 在1944年的时候 他和一位经济学家叫摩根斯坦 这两个人合著了一本书 叫做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那么这本书的出版就标志着 现代博弈论的兴起 这就是博弈论的源头 所以他又是博弈论之父 你看这样的一个人 确实是全知全能 是不是 他为什么会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呢 会对这种互动的决策理论 会去产生兴趣呢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 他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打牌 他很喜欢打扑克 但是我请大家去想一想 像这样聪明的人 他去打牌 他会怎么去打呢 这个大家可能都会去 想一下自己是怎么打牌的 是不是 很多人在牌桌上 是不是特别喜欢算牌 那你们觉得 蒙溜曼这个人 在牌桌上表现会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牌桌上的表现 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引大手臭 他不停地算牌 但是就是打不好 对吧 这个清静了所有的努力 对不对 这个仍然不能达到平凡 是不是 这个仍然不能把牌打好 后来他就痛定思痛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是多么痛的一个领悟 他发现这个概率不是打牌的全部 这个要把牌打好 不仅仅取决于你去算清这个牌面 更重要的是读懂人心 你要对你的对手要有所洞察 你这样才能去操纵他们 对不对 所以他就开始进行这个策略的研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策略 对不对 他就开始进行这个策略的研究 终于去创造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学科 就是博弈论 利用这个博弈论所建造的模型 他去分析了这个二战的走向 这个整个战局的走向 为盟军来出谋划策 那么在二战之后呢 他又依据博弈论来建造了模型 去分析美苏冷战的走向 但是有没有帮助他把牌打好呢 很不幸 我告诉大家 他在牌桌上的表现依然是引大受臭 我今天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主要是为了强调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就是博弈论虽然从这个技术的角度而言 它是一个数学的应用 但是博弈论的真正的起源 是根植于我们DNA之中的 这种策略性的思维 这样的一个智慧 其实古已有之 远远流畅 那么博弈论的贡献 就是用科学的方法 去对它进行一个系统化的处理 能够删凡就简 从复杂的现实里边 去抽象出简单的模型 帮助我们去理解策略问题的本质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